外星人终于得逞了 入侵的地球这么多年 他们女女受挫 不是被酒鬼的飞机撞毁 就是被奇怪的病毒杀死 还有些智商不够的 干脆直接落地生根了 然而2020年 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首先炸毁人类的建筑 让他们无家可归 无房可炒 接着淹没他们的陆地 让他们的房地产 成为新一代的亚特南蒂斯 最后奴役他们的身体 把男人挂在铁塔上晒成鱼竿 而女人则藏在家里繁衍后代 外星人虽然相貌堂堂 但是他们却也有 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 只要与他们的延伸对视 无论大人小孩 都会被瞬间控制 但狡猾的人类 却研发出了一种 可以干扰控制的头盔 他们一度让外星人女女受挫 好在人类的资源有限 他们没法做得人人有份 只有人类的反抗成员 才有机会佩戴 这恰好让外星人有机可乘 他们会抓住 每一次人类的外出机会 将他们炸得人养马翻 再对他们的伤员 进行人体实验 将他们改造成恐怖的生化武器 但没用的人类实在太多 他们往往撑不到实验结束 就成为了一具白骨 和他们那些千千万万的同类一样 永远沉睡在黑暗的地底 在一个实验目标的逃跑 让外星人突然陷入了被动 而且未知生命的出现 仿佛给了人类喘息的机会 于是外星人开始加大实验力度 让改造后的人类傀儡 就眷服了那些整天躲藏的刁民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永远想象不到 作为一名人间竟然有如此好的待遇 固定大佬被加强改造 导致甲状腺增肥流油 就连出门逛街 也有多名士兵把守 安全感十足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 躲在角落里的人类刁民 早已在地上买好了陷阱 为了引诱他们上钩 一名诱饵穿上几百公斤的C4炸药 含泪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他走出高门 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招安 但外星人一眼就看到了 女人手中的引爆器 他们并没有给女人机会 直接抬手一枪 瞬间将他打成了击分 可他们还是步入了四眼的陷阱 直言轻轻一按 炸弹瞬间起爆 外星小队直接被炸成了渣渣 反抗群们立马冲到外面 兴奋地举起了他们的战利品 这又是一次他们为数不多的胜利 而四眼则淡定地坐在楼上 任由雾霾的喧陶 他是外星人入侵前 人类世界的法外狂徒 却在外星人出现后 成为了全世界的救世主 正是他 发明了可以干扰外星人控制的头盔 因为人类反抗群提供了无数的枪支弹药 但随着人类诱饵的越用越少 他的炸弹袭击渐渐陷入弊端 无赖反抗手灵只能将人类的命运 堵在了一个男孩身上 一个经历过残忍改造的黑人男孩 男孩呆滞的目视前方 外星人的改造已经让他面目全非 但意外的意外 却让他成为了人类获胜的关键 因为他能够看到未来 遇见外星人的每一步走向 只见他突然两眼发白 接着他看到了反抗群收拾武器准备出发 看到了士兵视死如归的表情 看到了他们冲到战场 却又被外星飞船瞬间炸飞 接着外星人控制士兵 将自己的队友无情射杀 而士兵拔出手枪打算引弹自尽 难道人类最终真的要灭亡了 那不可能 原来在首领的指挥下 反抗群集中火力 终于打下了外星人的一架飞船 结果在他们加速前往时 命大的外星人竟然活着爬出了废墟 手里提醒众人不要与外星人对视 在反抗群的追捕下 外星人被逼到了穷途末路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一不悉心大法 瞬间将一名士兵打飞 而士兵的头盔也意外掉落 在外星人的对视下 士兵被立马控制 他捡起手枪无视队友的呼唤 突然打倒了一名队友 众人无赖只能开枪将他射杀 而此时的外星人又开始仓皇逃产 好在手里扬开竖枪将他及时打倒在地 最后在外星人的嚎叫声中 队友手起道路看下了他吃饭的家伙 就这样 人类的智慧战正式打响 而另一边 遭到攻击的小队也在最后关头 收入到了形似天使的生物庇护 看来外星人又要再次被赶出地球了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CN 咱们下期再见